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是 苦过才是生活 熬过才是日子 杨将先生在《一百岁感言》里面说 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 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 浮沉人世间 气落悲欢处 多的是柴米油盐的琐碎 人情往来的无奈 还有鸡毛蒜皮的心酸 好的人生都是从苦里熬出来的 当你看清了这个事实 你的心就会敞亮很多 世事无常 人情变换 苦是生命的常态 奔波如蚁 披星带月 每个人亦有自己的沼泽 1938年秋 杨将带着女儿回到 千居上海的钱家 那时时局混乱 她不得不和钱家上上下下挤在一处 住处逼策 没有自己的房间 杨将不便公然看书 不然和轴里姑婆 显得太不合时宜 于是她就借了架缝纫机 在蒸笼般的亭子间里缝纫 为钱钟书和圆圆做衣服 平日里 家里的菜是她买 全家人的衣服也是她洗 她常给烟霉染成花莲 或熏得满眼湿泪 或给滚油烫出泡来 或切破手指 但她毫无怨言 她本是一个书吃 对她来说 一天不读书就不好过 但她却一直默默学做 一切大家庭中 儿媳妇所担负的琐事 敬老俯佑 诸事忍让 更难的是 有一段时间 杨将所在的单位被迫停办 碰巧钱钟书刚回来上海 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工作 没有了经济来源 一家人连吃饭都成了难题 这时候 她开始为阔小姐补习功课 奈何杯水车薪 家里的生活依然捉襟见肘 不得已 杨将挤进周折 又找了一个 离家很远的小学待客 业余时间 她还要写剧本赚钱谋生 钱钟书的堂弟 钱钟鲁说过 大嫂像一个帐篷 把身边的人都罩在里面 外面的风雨由她来抵挡 生活这条路上 我们每个人都过得磕磕绊绊 世人慌慌张张 只为碎银几两 谁的生活不是一地七毛 不是在缓慢受垂 撕开生活的本来面目 你会发现 成年人的世界早已千疮百孔 不堪一击 陆瑶说 在这平凡的世界里 也没有一天是平静的 生老病死 爱别离 怨长久 求不得 放不下 哪个成年人 不曾在一个个疲惫不堪的夜晚 想过一万次放弃 又在第二天清晨 强打精神 摇牙坚持 生活从来没有奇迹 每个人都在一边崩溃 一边自愈 偶尔狼狈 但也伟大 前段时间 朋友打电话给我 我真的快熬不下去了 白天公司一堆的事 弄得我焦头烂额 晚上回家还得照顾老小 人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 这样的境遇 相信每个成年人都遇到过 人生啊 其实就是一场 旷日持久的博弈 杨将的后半生 便历尽了无数的波澜坎坷 乌云碧月的岁月 他体会过 年过六时的他 被下放干校 整日干各种粗活 被安排去挖井 他就脱下鞋袜 把四处流淌的泥浆 铲归一处 井拿好的那天 杨将还特意打来一瓶烧酒 为大家办清宫宴 被安排到去洗厕所 他就用那双拿笔杆子的手 把厕所擦得焕然一新 还暗自庆幸 可以有时间读书 无需低头谄媚 面对人生的种种遭遇 他说 可做书读 可当细看 这份不卑不亢的态度 和冷眼旁观的豁达 让他熬过了最难的那些年 更是在这段艰苦的日子里 完成了八卷本 唐吉赫德的翻译 原以为终于苦尽甘来了 但没曾想 生离死别的绝望 又朝他袭来 年过八十的他 在丈夫和女儿病重期间 拖着孱弱的身体 往返北京医院 和千元所在的西山 照顾两个病人 而后亲眼目睹了女儿夭折 丈夫逝去 歼二零三的致命打击 他依旧熬过了 杨教说 每个人都会有一段 异常艰难的时光 生活的压力 工作的失忆 学业的压力 爱得惶惶不可终日 挺过来的 人生就会豁然开朗 挺不过来的 时间也会教你 怎么与他们握手言和 所以不必害怕的 人的一生 总有一些不如意的事 关键在于熬 读书得熬 跨过高考这座读木桥 需要历经千锤百炼 工作得熬 想要做出成绩 需要日复一日的 攻坚克难 婚姻得熬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长时间的磨合和理解 人活这一世 没有谁比谁更容易 只有谁比谁更能熬 何亚娟在追求梦想的路上 我们都一样中说个一段话 现在觉得累 觉得难受正常 因为你在走上坡路 只有走下坡路才不累 可是熬过去就会柳暗花迷 你承受得比别人多 就会比别人收获得多 生活苦吗 工作累吗 琐事烦吗 好的人生 都是这么苦过来的 都是这么熬过来的 熬得住拼搏的苦 生活才有回甘 就像老人 于海中的 那个憔悴的老渔夫 即便连续八十四天 没有捕到一条鱼 被人业余嘲笑 第八十五天 他依然精神抖擞地 划着小船出海 尽管从白天到黑夜 再到黎明 依旧一无所获 但每当他想放弃的时候 他总激励自己 他能熬多久 我就能熬多久 终于在他的坚持下 成功捕到一条大鱼 生活能渡的 都是愿意自渡的人 目送两位亲人离世后 杨将说 终说逃走了 我也想逃走 但是逃到哪里去呢 我压根不能逃 得留在人世间 打扫现场 尽我应尽的责任 他抵住万念俱灰之通 翻译了柏拉图 对话录中的《非多》 这是杨将先生的 跨际之作 也是他首次 从文学的范畴 进入哲学 为了让失去的亲人放心 他也格外注意自己的身体 除了饮食有度 生活规律外 还坚持每天在家里 慢走七千步 以健康的身体 应对孤独和岁月的侵蚀 很难想象 一个活到百岁高龄的老人 遭遇生活重击后 依然能做到 如此从容安然 超脱于世 人生是一趟孤独的旅程 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 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 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 总有那么一段时间 你要在苦里煎熬 熬不过去 苦就成了坎 熬过去 苦就是财富 杨将离世的那年 我曾在知乎上 看到一个问题 大家想过没有 杨将既非圣人 也不是伟人 是什么 让他牵动着 全国人们的心 底下有个高赞回答 刻在了我的脑海 杨将用他一生的行为 回答了我们 那就是 面对人生苦难的淡定 与从容 其实 过好一生 没有什么技巧 唯一能做的 就是像太阳 慢慢熬 当你把荆棘熬成花 把苦难熬成诗后 终会邂逅 你想要的生活 若与深渊相逢 请你足够相信 人间的事 只要生机不灭 即使赞倍祖义 终有抬头的日子 当你熬过所有的苦 余生 皆是贪图 今天给你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守候